現在有很多傳出來的那些捉蝦那些 拿了新的定位,這陣子傳出來根本就是香港 所以我第一步就是說它是綁架 不管你是公海或港海,你拿香港的市民捉了 這個實際就是不合法的,這是不合法的 因為別人其他去年送中都不成功,如果送中的法律過了 然後它做程序,林鄭簽了,香港法院過了 它自由權可以在香港海域拿走人,公海也沒有 所以這幾個世路你知道我們香港法律跟大陸不一樣 我們是判了自由罪,你說它有嫌疑 在香港,譬如在街上有這些實實實實的罪 這些是有判了才可以說的 所以這就是我第一步,第二步後來我聽 那晚聽他們的記者次代會,他們說 珠海對話好像有三個在英國胡椒,有一個在胡椒 我發起了,我這邊都在做,我提醒了很多 你們要去領事館,要去英國領事館和葡萄牙領事館 因為葡萄牙領事館和英國領事館在胡椒都有 他們絕對,第一共產黨好像四十八小時之內 就要通知那個領事館,因為他們那四個人不是中國人 在法律上是英國人和葡萄牙人,共產黨就應該 中共應該通知了,在四十八小時內應該通知了領事館 領事館就有權,絕對有權來探訪 來探訪你幾個人,因為他們的身份,他們欠著護照 他們想著那些護照將來旅行,所以他們探訪 幫他們請律師,如果四個人這樣做 基本上就打破了他那個,他想控制我們那些人 中共想幫他們請律師,律師幫他承認罪 用罪就想電視被承認罪,他想做什麼做 林鄭就知道如果他們回來香港,香港有法律 有這麼多市民支持,所以林鄭假定不來 逼他們在大陸,讓他們大陸處理,大陸沒有法律 他做法都行,又不讓人貪,又不讓家人律師來照顧他們 我很清楚這件事,所以我的做法就是以法律的辦法 回應他們,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共不講法律,如果用法律回應他們 可能我們的理由就強一點,不只是要求他放人 或求他被人送送,我通知了那邊,我在美國這邊都通知了他們 經過美國政府,提醒了他們的領館,要他們出面 要求葡萄牙和英國的領事館出面,他們一定要做 實際你想想這麼多外國人在中國天天都有人犯罪,被人抓 被公安抓,他們這個做法通知領館來探他們,幫他們請律師 這是每天都發生的事,不是我發明的,因為我在大陸多 所以我知道這個手續是怎樣做的,這是規矩 幾個國家都簽了一個維亞納,維亞納有一個專門 是外交人員的一個協議,這些是他們的協議一定要做 所以我何做法,當然他們已經有十萬人簽名非常好 所以美國已經出聲又出力要幫,但你最緊要給一條路 他只關注就不夠,就是給一條路可以解決問題 如果一有英國領事館和葡萄牙領事館探過他們 他們就不敢亂來,如果幫他們請律師就不用被逼,被凝聚 他給上電視這些,所以我都在做事,我看最不幸中之大幸 他們在海裡沒有生命危險,你知道這些事 要分析等他們下海就可以,他們就沒有生命危險 所以我們關心是重要的,但不要太擔心,大家要拼命上爆發 我們香港有很多英國護照,BNO都是正式英國護照 我們可以寫一封信給英國領事館給壓力, 好似說其中三個人拿英國護照,我們香港BNO就是英國人 BNO以前就是英籍人士,他們應該可以寫信給英國領事館 就要求他們幫過幾個英國,抓BNO不少的人 剛才提到林鄭月娥的香港政府 實際就是想逼著這幾個,十幾個人在大陸去審理 其實這個是不是都想要一個航線的效應 下一下香港人? 大家都要明白國安法過了那一天 實際我們香港已經被共產黨佔領了,我們是淪陷區 你們一定要拿這件事,他們幾個,關於那個立法會議員 他們應該提醒我們,實際我們香港現在是淪陷區 你們現在是敵人的管轄,我們不是一個自治的區 是一個被治的區,這個是很重要的 等於打仗,以前不是日本制,不是戰領過香港的 是嗎?你現在實際就是被中共來戰了,為何叫一個兩制呢? 就是它管它,我們管我們 自從承認這個國安法之後,它就用國安法裡面那些 實際國安法是什麼呢?就是我戰領你,你現在實在 實在今時今日是戰領的法,當日日本仔在這裡都是的 它進到你之後,你香港的法律就走在一邊 用它那個所謂軍事,軍事的所謂戰領,戰領那次有軍法的 所以它就根本現在我們香港實在見這件事 所以不要還以為我們是跟以前一樣,跟7月1日以前一樣 所以它做很多事我們覺得很驚訝,不應該覺得驚訝 這些是它作為戰領的敵人,戰領軍應該做的事 在它的南條下當然我們說它不應該這樣做 但你們不要派,你一定有這個心理準備 你今天它落到你的國安法,為何我們這麼慘呢? 那時候為何這麼抗拒呢?就是因為這個後果 落了國安法的後果,現在就在發生 這件事實際還未盡,它還可以做很多事 它可以國安法根本就是任它來的,你明白嗎? 它可以什麼?說你幫人炒股票 原本應該我們有我們那套制度去管這件事 它找警察去查都可以的,我們又有證監 又有什麼,應該找證監他們可以去查的 它基本上跨過了我們的政府,跨過了我們的司法 跨過了我們的警察,我們以前警察那套方法 它現在根本說難聽的就是軍管 等於打仗被人佔領了,軍隊去管,軍隊去管你 它當然是那套方法,它那套所謂法例就是軍事法例 就不是我們平時的文明的民主的法治的法例 那套東西根本就是它隨時它喜歡變幾多變幾多 變幾快就變幾快,我們一定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為什麼我們要找美國人來對付中共 就是因為我們無力,我們現在基本上是捱打 日日只不過是它打你多些還是打你少些 早些打你還是遲些打你,完全我們是捱打來的 我知道我們香港是抗議啊,是什麼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抗議 但是不要飛槍,這個已經是已成事實 那你知道這件事是蓬佩奧都要出聲的 那澳洲政府國際也要出聲 那中共都一樣是說,就沒有干預中共的女陣 那我想問如果這件事,現在有些訊息傳出來 中共是公開在那裡拉了這12個香港人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國際社會出聲 是不是更加有理由呢? 當然啦,老實說我們香港人出聲 出聲不出聲就當你無盜 現在華春瑩還要加強一點 說這12個人分裂國家 她說就行了,中共真的沒有法律 所以我覺得唯一我們要做的 國際在想辦法,我們要幫她想辦法 因為我們對事情的細節,給國際知道得多 尤其都是明白香港的問題 其實現在還有爆出來,有人點了位 根本就是在香港境內拉的,更加沒有理由 如果在香港境內拉,他們根本沒有離境 連說他們沒有合規矩離開香港,這句都說不到 現在有人在網上,有人看到有些蛤文,捉蝦的人 定到位根本在香港海會,你根本過來這裡 綁架了香港人去大陸,你明白嗎?那些大陸海景 所以你說根本一定要他犯法的東西要公之於世 拼命說拼命說,拼命給壓力它,但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不是多,因為基本上你知道香港 你為什麼要看它是有很多人,就是 日本香港人就是我覺得這部份公司 我們都是這次選舉一個所謂的 最多人的政治政策要大陸的方式 就一定也是有的,在香港那麼多的個角度 我覺得他們個人要講的,你太多人可以講的 你看看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的 那兩個人又沒有分析的,我那一個人沒有分析的 都是那班以前經過香港出到美洲的人 那這班人就是非常感激香港 他說你們這樣對香港人 知不知道,個個都對香港有因 就是覺得香港對他們有因 現在這班海外華人 對這件事非常關心 尤其是對小朋友 對我的大人都說是西美朗 對這件事非常之多的同情 我最近在大量推動那個 中共在跨國藩層集團 我要所有華人去支持他 他們一說起這件事 其實站在香港那邊 百分之一百 沒有一個說 好像香港的藍絲那樣說,活該死的 沒有一個這樣說 這個是公道說話 你講那個是周厚正是不是? 他好像是麵咀來的 我見到 是啊,他昨晚請我吃餃子 吃得很飽 餃子又很美 他開幾間餃子店 哦,北方的餃子 就是他們去到,你知道北方人 北京人最厲害就是包餃子 開幾間餃子,生意好得不得了 那些外國買都當是吃一餐 買20隻餃子就等於吃一餐飯 裡面什麼都有 蔬菜又有肉又有,麵粉又有 幫你調好量 所以在外國很受歡迎的餃子 這件事都可以的,而且簡單的餃子 一道菜的,一道菜全部搞定了 連口袋吞進去筷子都不用 所以就這麼略 我在他那裡,他們非常支持香港 而且非常支持我這個以法滅功 他說你那條路走得對 不要跟他搞什麼抗拒 就要消滅了一天不消滅 所有中國人都沒有前途 我們都談很多其它事情 就談談關於他想搞一個旺上的學校 用回我們以前,即是他們以前 他大我幾歲了 他以前都是在北京讀中學 他讀一個叫崇德 崇德是聖工會學校 當然他那個時候變了 但是那些先生還是教英文 教很多東西 現在這條3,現在變了一個數字的學校的名字 就是崇德你查反一下 他說所有的書籍、教廟 全部是英國入口的 就是有點像我們香港的聖工會學校 他說我們要用這個名字 他現在要整個網上學 他自己家裡有一個最先進的廣播室 最先進的,你知道我也大過很多廣播室 他自己在家裡的地下做了很大很靚的廣播室 他就想自己搞網上學校 基本上教材就等於49年前那種學校那種教材 順便等於我們香港1997年前的教材差不多了 香港和香港的聖工會學校和在大陸上海、北京的聖工會學校 是很多,這間學校很久了 一百四幾年開的 那時候打完亞電戰爭就英國路直接開的 去北京開的學校 很久了,現在我猜就這麼多,這句最久了 就很值得公主廣搞這件事 但是他呢,他就很多人擁有他的,這個周孝志 我就對不起,我沒有根據他 因為他有時候很激動 因為他這麼激動,講一些北京話 我是聽得懂的,但是很辛苦 要聽到那些北京話罵人的話 聽到你很辛苦 我沒有根據他,他叫號召就不得了,號召就不得了 他說我手下,他只認識全中國最厲害的法律的人 來到美國和我,來到美國和法律 跟著就不回到大陸,現在都想回到大陸 現在你知道了,中共這樣了,不講法 我第一問他,我說你們這班人 真的應該幫中國寫一個新憲法 現在共產黨的憲法根本是垃圾,任他改 我說寫一個新的憲法 將來共產黨有什麼三長兩短呢 這個憲法就是要立即落油來用 我說如果你不寫的話,你不露寫定線的話 美國人就被他們自己有一套東西 不是說不好,但未必適應我們中國人 我們談了就說,我現在可以參考台湾那套東西 但台灣那套東西都不是普通法來的 我說你如果要將來中國好,一定要有普通法的成分 我們都是當是談,以後我都會多些跟它合作 就是說那套憲法基本上一定要用普通法為基礎 然後台灣那套東西都不錯的,台灣那套東西都不錯 在台灣那套東西,大家兩個這樣拿了它的優點 來搞新的憲法,這件事很重要 你知道日本那套憲法本上是美國人幫它寫的 美國幾個軍官寫了十天八天就定了,日本人很聽話 但我們覺得如果中國人現在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好 等共產黨倒閉的時候,這套東西拿出來用就很重要 而且趁有時間可以考慮得非常清楚 這件事我們有講的,它有非常支持我那個《以法滅共》 我說憲法第一條,就是共產黨是非法集團 憲法裡面一次就寫,以後誰參加共產黨那些 根本就不合法,要拘捕要傻的,所以這個,我真的這麼說 不是說,所以這個《以法滅共》我得到很多很多人的支持 就說尤其是這位周時辰,他在國內很多人聽的 他的節目講成千萬,我們十萬八萬已經威力不得了 說千萬,我們兩個是零啊,厲害的 你們上網去看看他們,他的YouTuber是說幾千萬來計的 那他真的有西聽那些北京話的人才聽明白 是啊,所以我們香港人少聽,我有時他一極動就不是說普通話 是說北京話,北京那些本地話是很難聽的 北京話就是以前的太監,就是這麼說的 實際北京那些太監講,太監講開,那些人就跟太監的口音 所以北京那些話真的說難聽,根本就是太監的話 嗯,嗯,還有一個香港人都很關心,就是美國那邊的制裁 就好像沒有第一波的,有11個官員 現在這陣子香港人都在想著,所以我都跟你說 剛才有幾個香港人都跟我說,現在有沒有第二波的 是不是特朗普在美國那邊掛著選舉,拖慢了 或者放緩了這個制裁的局部,其實你那邊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這個跟特朗普無關的,根本就是在國務院那裡做的事 實際他在做什麼呢?他對每一個人,他不是不斷擺個名上去 他要做每一個人的身世的研究,財產的研究 而且他最慘,因為你知道這個不是法庭,法庭他還要辯護 他還要幫他們辯護,將來制裁了一個人之後他怎樣抗議 抗議當然沒什麼渠道,但有全世界的報紙可以登的 如果制裁錯一個人,那些報紙一攻擊美國國務院 你知道官僚很怕被人攻擊,像以前香港,現在香港就不怕 所以這件事他要好一個兩個度過才可以做得到 有的,接下來這一兩個禮拜都有很高招數 所以你們不用怕,那種恨、真恨,對中共那種真恨 非常的,一日背一日深,而且有了選舉,更加加速了 嗯,白麵爸爸你知道,之前我知道你有提供一些制裁的名單 名單給國務院,是不是現在給了多少名單? 我第一個就是香港大學那班,所謂炒了大耀平那班人 差不多有18人,那個名單就是,我們要講理由的,要講得很清楚的 他們什麼,憑什麼理由,什麼,什麼,什麼,我們都很信 第二天我給你,你可以投票,很小的,做了很多功夫 第二個就是DQ我們那班選舉,是不是叫做競選主任 他們進去,現在我們做的就是幾十個警察 有幾十個警察,一批一批做實在太多,我就是想一次做 第一次做的工作量有幾千個的,即是有紀錄有證據的,有幾千個 一次做就實在很大力量,現在分了差不多百多個做事 現在在做事,沒有我們想像那麽容易,那麽急,那麽快可以做到 雖然我們在做事,沒有放棄,美國都在做事,尤其是現在 拉了十二個人,拉了好像林鄭,為何不讓她回來香港 她又怕回來香港,美國又制裁,在大陸的話,美國不知制裁誰 整個大陸的公安,你怎麽制裁她,所以她又是,林鄭又是 實際香港人都是怕美國制裁的,很多時候她可以回避,她就回避 那麽制裁她,那麼這麽制裁她就對了,她是否找她拿去 靖鄭又華的人 她是否找她起 Albert Philadelphia,她是否找她出來? 鄭又華 Sunny, 因為她已經被制裁了 鄭又華的人 鄭又華的 鄭又華的 他們的政府人員不是多的 不是多 他們一個人要擔心做很多件事 這次他們說 昨天很多人飛去台灣那邊 準備副國務卿訪問台灣這件事 大陸那邊你知道 已經全部軍事在嚇台灣 在做俗友在威脅金門那邊 在威脅大陸的軍事行動 多了很多件事 就是人針對這件事 美國就賣了 一直拿台灣升級 當他是一個國家和大陸 完全不尊重大陸那套所謂一個人 看中國的榮譽會員 你們應該參加 他們做任何正義的事情也好 也需要資金 你們一定要幫忙 他們這麼大的膽子 在中共這麼壓迫的情況之下 還不斷地出來採訪 我覺得這個是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們支持 看中國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